群雄八强名单 与岛银鸣秀 生日银西炸 福峰将左右互搏 浩文与屈腹血战二十回合 2022年群雄注入第四赛季的决赛阶段 经过三轮激烈的淘汰赛之后 八强名单已经出炉 基本上都是传统豪门 紫禁城和七运楼在八镜寺当中互刷 福战大佬福峰将上演一手左右互搏 举子中在明明的指挥下 这一次也进入到了八强当中 下面如风给大家简单回顾 下几场比较有看点的比赛 一、64进32强的比赛当中 羽岛与明秀原国标阵容对冲 羽岛虎镇大客对面的风阵 比赛当中双方一度打得非常僵持 羽岛方面不断拉地厅冲刺 最终顺利赢下了比赛 明秀原遗憾止步64强 二、32进16强的比赛当中 刚刚拿下192连福战冠军的生日快乐 与西炸老街侠路相逢 风狼作为花果山的守护者 选择了花果山加神木林的国标点杀阵容 最终被张梦霄大唐加神木林的国标点杀阵容 冲得横七竖八 输掉比赛只步32强 从近期的175PK来看 花果山除了打四宝一阵容之外 打其他阵容都非常弱势 也许风狼真的需要做出改变了 三、浩文带兵指挥 第一场面对2008的全新旅程战队 浩文果断启用了大副的 1107神器号打起了国标阵容 风阵大客对面鸟阵 浩文打得非常激进 凭借着疯狂点杀获胜挺进32强 凭了自己在群雄当中的最好战绩 浩文的第一场比赛打得不错 系统果断奖励了一个屈腹孔庙 屈腹孔庙的一手是 托领加神木林的212阵容 冲得浩文招架不住 过了10回合左右 浩文就表示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浩文凭借着自己的慈航普渡 将比赛艰难地拖到了20回合 值得一提的是 在比赛当中 屈腹孔庙出现了大量名字叫 向猴哥致敬 对不住了猴哥的宝宝 成了本场比赛一道独特的风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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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